中国的了解以及对于对手的了解 留给他的时间确实不是很多 直接传到了门前漏过来之后 后点寒风控制下来 有意的观察一下队友的站位 这个球防双打的是相当精彩 非常巧妙的一个射门 再来看一下 传一个倒三角 抢在对方后卫出角之前 用左角来巧射打球门的远角 这个球对方的门将没有办法 中队进攻端的表现还是不 这下想法有些多 如果直接传中路的王山山的话 王山山是站在两个中卫身前的一条空档 有很好的机会 这场比赛 王霜胸部停一下再坐 好的领过来王山山有机会 这下没有行动射门 中队前上抢再拿下来 对球吹了中队的犯规 决定是被吹了提前的犯规 好的 抢下来 睡觉给王山山 中队空档很大 直接传 好的 王霜胸这次机会 打门 球进来 这个球没有问题 王霜厉害 没开二路 第五分钟打进一个上场比赛的 尾声阶段 第四十五分钟打进一球 中队2比0领先 英格兰队 这场比赛 对于我们的新帅布鲁诺比尼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开局 我们也希望这种势头 能够一直延续下去 这球传的很漂亮 打传了对方中卫 两个中卫身后的这块空档 我们刚才提到过 两个中卫转身机是很慢的 防这种身后球 防的其实也比较一般 这次王霜利用速度插过来之后 左脚直接射门 我一定要跑起了 这批女队的球员 确实有这个劲头 之前比赛我们也看到了 中队打的东亚杯的比赛 虽然是三场都输了 但是那种精神 还是让我们很感动 这也是女座为什么输球 我们有质疑上 但是没有骂声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最起码是拼尽全力在踢 外卫直接射门 这球打得很悬呐 外角位直接抽 这球弧线很诡异 被王飞单悬打出了底线 6号斯格特的射门 汉中队的反击 前场一个三打四的局面 分过来 给到边路 雪原路 雪原路这场比赛状态还不错 王上山在跑位 直接传 给的有些小 需要王上山出来拿球 这球如果再给深一点的话 王上山可能直接传 或者说面对门将 边路再起球 雪原路这个传统球给的不好 今天这场比赛 雪原路的传球做的都比较一般 几次过人盘弹还不错 韩洛库 中队本来是计划打四场比赛 这样的话只打两场 在这个周日 前后和澳大利亚再打一场 那么最后澳大利亚和英格兰打的时候 中队将进行一场对内的对抗赛 这就是中队此次一个集训的安排 打完之后 各自球员会到各自的联赛去效力 去备战最后的联赛收官阶段 接下来 在择期12月份 中队还要进行集训 就是为了备战明年的 里约学奥运会的预选赛 确实留给布隆诺比尼 可以调整的时间不是很多 有这么两三次集训 看看做的怎么样 至少从这场比赛来看 他的一些思路还是贯彻的不错 看这次中队的进行 学校传 这球漏到了后点 改为再起球 打门前 地点还是被防守权解围 4号帕特 国字号 我们中国国内的裁判在执法 包括像马宁啊 执真录啊 这都之前执法过女足的比赛 这次换成了女裁判 确实不太多见 当然 作为我们国内的裁判呢 执法这种比赛 还是以公平为主 没有丝毫偏向我们自己的球队 上场比赛中队一个进球 也是被吹着 吹了我们的犯规 其实那个球 说实话 我感觉动作并不是特别的大 这边中队还要做换人调整 数号雷家汇准备下 看看上了谁 换上10号李颖 这边雪角 目前在大连女足校里 雪角开起来 第一点还是被门将没收 这球没有弧线啊 这种高度呢 对于门将来说正合适 中队这会儿 一直被压着打 这种定位球 没有必要太着急 发出来 我们在中场控一下 再起一个过顶球 第一点还是被中队控制 李东纳这场比赛在中卫的位置 搭档赵荣 两个人非常的稳 斯科特 这是两个斯科特之间的一次配合 看看这一色 安禄库传 对于球队要求 我们的进攻节奏上的变化 以及把控 还是做的不错 当然这也是他刚刚来 中队还是有很大的问题 包括向定位球防守 两个边路 这种区域内的传递配合 打的还是不太默契 这样